为什么两年后草莫团已经是四皇团了 但遇上大将黄元还是如此的不堪 乌索普还被抓住脖子 难道那些进步都白费了吗 也不能那么说 那毕竟对手是大将黄元 而且1093话这个剧情明确是 伟田把三大主力都给调走了 索龙在跟陆奇打 山智跑到工厂层拒救波尼了 可能还会碰上我老星 如果山智和索龙在的话 可能不会让黄元那么压制 但幸好伟田把索龙跟山智都给支开 不然我们的亡之双义可能就会比较尴尬了 你看绿牛在和之国 一个人秒了突然监狱 而且还有两个四皇父皇靖和奎一 即便是在两人受伤的情况下 这个势力已经明确表明 即便是目前在大将之中 呼声最低的绿牛 也可以以大将之力 对四皇团的绝对核心成员 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所以这次草务团的这几个干部 面对黄元那么不堪 很正常啊 换做其他任何四皇团 结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所说这两年的进步肯定是没有白费的 陆飞现在是绝对四皇战力 索隆山智都是四皇副手之中偏上的存在 而且还有我们的乌索普同学 虽然这次被抓了脖子 但人家很有爆发实力呢 巨人国乌索普还会其余爆发 总而言之 黄元这次以一人之力 搅动了四皇草莫团 那是人家大将的实力 并不是草莫团现在 配不上四皇团的名声